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人 大人 近日的中外报纸纷纷看载了武昌之事 这和去年广州的兵变有何不同 无非是乱子闹得大些罢了 这 这 真是可笑 乱兵 乱兵居然绑了我那老二黎黄匹 做 做大图图 这 这 这 真是可笑 大人 您就吃一口吧 人家请您做都督 看来也是真心实意 许多以您的名义为定的传帖 告示 广布武汉三镇 且大人的签字也被人家模仿得极其逼真 您认与不认恐怕都目以成舟 您就吃一口吧 启禀皇上太后 目下胡广总督瑞城等大员已逃之遥遥 武汉三镇聚落非首 朝廷虽与御令陆军大臣殷昌率军南下 但奴才以为殷昌所领之兵处精锐些的 都乃袁世海所练北洋旧部 未必听从阴昌取范 皇上 太后 摄政王爷 实习万分劲迫 奴才以为唯一能灭此烈焰者 唯有致逝还尚村的袁世凯呀 不可 万万不可 不可 袁世凯英氏狼固 搅训逆谋 当初放逐天下快日 何故今日又要银虎归林 何况太后与摄政王爷 谢莫忘了先皇得宗 是为谁所害啊 来 这是什么大人 这是老侯与朱大人 上奏朝廷的考察折子 至今未有音讯 老侯想改一改 道儿坐 听听 道儿坐 听听 帮我珍珠大人 来 珍珠 二品清衔寻枪玉史后久满 与三品清衔考察各省制造局场朱恩扶走 切为我国制造军械经营垂五十年 弥款六千余万 集案成绩 或则办理不善 或则经营不复 成不能及早仇役 逆情组织于总机关 大人 这份奏折你曾让带盗看过 不不不 整顿各局的办法 老侯又有了新的主意 大人 如今清廷已风雨飘摇 你仍旧志在全国军功改造 这不能不使带刀感叹 可您是否想到 清廷非但一步 可能再建立一个什么总机关 让您大展宏图 且即便是先太后放给您 总览江南枪炮的权力 也已经快烟消云散了 不不不 武汉乱局只是暂时 这回不同 革命毕竟不是一个新皇上 想替代老皇上 我们不管那些 道儿 接着听听 接着听听 现仅旧考察所及 着逆办法六端 一月规定全国局场 出规划东南西北中武场案 再逆舰 巨型武库于京师 可及时应应有势之需 二月划一军械之时 大人 我们还是继续修改炮图吧 既然你食物兴起那就算了 老侯爷乏累了 那大人早些歇息 待刀改完 明日再请大人过目 道儿也歇了吧 带刀不愧 睡吧 好吧 带刀回去了 道儿别误会 老侯只是听说 你将汉机关重机关的复制样图 交那小魔头 却无汉送了礼 老侯不怪你 东西是你造的 愿意送谁尽管送 对不起大人 带刀地去 道儿 这些年了 老侯一直想认你为义子 你始终不愿意 老侯逐渐才懂 你除了将令祖代子的姓氏 看得比什么都要紧 究其渊源 你与老侯本就是两路之人 侯大人 做人能恪守根本 这是极佳品质 老侯也不再做那 胡乱认子的荒唐谬响了 老侯 带刀先生 千万莫忘你家爷爷留下的强兵强国四字 乃是留给你我二人的遗愿 你我有责协力同心 接近奋斗 大人 戴刀叙语不敢忘怀爷爷 强兵强国的遗言 但这四字 戴刀的理解恐于大人有所不同 戴刀并不以为 强兵便是强清兵 强国便是强清廷 大人 您为何不顺应大潮 站到革命一边 您一定明白 中国只能有了现代文明现代政治 才可能有现代科技现代兵工 您也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枪炮侯枪炮王 你是想测老侯的烦 大人 老侯木下心中之言 那便是 一代人做一代事 侯大人 老侯明白 你并无歹意 你就容老侯也一代人做一代事 你我平等 与各自自由吧 大人 您就吃一口吧 都这么些日子了 您怎么扛得住 不 你叫什么啊 你叫什么啊 我等冒死和命 却请回这么一位 你佛供应的 也就是 这等轻轻云烟啊 则我成为国家大患 使我们革命啊 有名无耻 也是 莫不如 把他推出斩首 也好养我神威嘛 也好 并清够大盘 也就是 大人 大人 好消息 什么事 好消息 我等于清军水势炮战 预估大侠 预估大侠 预估大侠他们的炮果真厉害 一举击伤了厨域千将两箭 连长江两岸关战的洋人 都夸战我军 炮火尽量 兵变神勇啊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领事馆的洋人 也观看你等作战 这有什么稀奇 李某干过海军 原本以为 只要瑞城掉击水师 不需时代 武昌寄毁 不曾想 你等可真厉害 罢了罢了 李某决心以你们帮忙就是了 明天 这日给我叫一个理发匠来 何必这么麻烦 我就可以 沐下山西也已同立 我已延西山约定 组成燕镜联军 结断金汉铁路 就在这石家庄车站 与服重兵 陈言世凯 进京就任那个总理大臣之机 以营牙为名 除此可贼 好 极好 袁世凯为误需变法还债 被德宗先帝偿命 终于指日可待 吴大人 什么事 恭喜 什么意思 你 马某已投入 袁大人会下 我看你 Priv一样 其实都是线 我尽不得要 你什么事 我看你 我看你 因为我该说 我做的事 我看你们有什么事 我看你 不想做什么 我看你 别做什么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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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不处 夫人 可否也让菩萨歇歇 老爷 老爷 何事啊 老侯 偶心突胆 终于创办了大紫银行 也大体上舒缓了乐局 与江南联盟的 常年自探困难 不曾想革命抖成狂潮 各省纷纷独立 令老侯转联盟实施 依然彻底解体 令老侯转满腔热血 一户直尖 金服东流 老侯转满腔热血 夫人 老侯想正式说清一件事情 老爷这等严肃 请讲 那年 我已那人在大姓太后的园子里 虽说同时居住了数十日 但分时而灭 绝无夫妻之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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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那人 你默认传闻 也只为了耳根清静 身后不扰 老爷无需再讲 且深清楚 联盟解体 使得老爷弘愿落空 痛心刻骨 人非草木 岂能无情 能向那妻女一次又一次 明里暗里的 挽救岳局 挽救侯府 挽救老侯 老侯岂能一事装弄作哑 泯灭天良 夫人 如今老侯已无羁本 打算 打算以内人结出婚姻 打算以内人结出婚姻 放他予正良自由 老爷 您 您真是这样想 是 是 老爷如此想法 是老爷大意 但大夫妻 乃皇家赐婚 这半路断绝 也因皇家裁判 恐非老爷也想散 便散得了的 老侯既然开了口 如同担子出堂 绝无回首可能 况且 老侯实在见不得那阿尔萨兰 一双小鞋 一双小鞋地坐下去 那一针针一锥锥 就如同扎在老侯的粮心上 就如同扎在老侯的粮心上 不然 广东也独立了 不然 广东也独立了 不然 不然 怎么了 快说呀 广东 广东也独立了 这么说 广东也不归皇上管了 是呀 夫人 那老爷呢 老爷的强暴局 目下是朝廷的还是革命党的 这个 目标忘了打听 快 快去叫善提看看去 怕是要出大事 快去呀 可是善提刚才急急火火地出去了 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和一封电报 信 大雷雨 这种时日 广东从不曾有过如此天气 革命 革命 想不到今日之事 你竟与我老侯站在一边了 我没有与你站在一边 阿尔萨兰只是路过 见不得趁火打劫的 好一个路过 老侯的骨血 竟没有你敢做敢当 但在你我之事上 太医足够打扮 放心 我等之事 今日再次说清 只要当今太后 免去刺魂之说 老侯即刻谢你的修术 或者你写老侯的修术 然后老侯 给予你二人任何方面 此话当真 你不再藏医着什么 好事鬼道 老侯此生用心 只为做事 如今早已用得很累很累 阿尔萨兰在这里 谢过侯大人 如此造人之事又何可惜 你也是个可怜女子 陪老侯吃了这么些年的委屈 你要割婚姻的命 老侯赞同 割的 只是老侯希望 到了那一日 你二人最好远离广州 远离所有相识之人 去一个全新的地方过活 这样两相安然 难道 你连你唯一的儿子 也永世不见了吧 如何见 见一个娶了额娘的儿子 还要见一个 嫁了儿子的父亲吗 好 就按你说的 阿尔萨兰今日就奏请回宫 如若太后恩准 我就与郑娘远走高飞 永不回他 阿尔萨兰大公 多谢你这些年来 数番为侯九满的枪炮剧 遮风避雨 数番为侯九满一门眷属 担惊厉 阿尔萨兰大公 你别急着走 再坐坐 这银票老后一直待在身上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 可是老后 我一直放不下这张链 还有这个 老后 老后一直想亲手交给你 这次孙伯 原本就是大姓太后 赏得你的 现在无愧远处 这次孙伯 我们不要你的钱 我后门七十独子 巷火总是不忘 这些东西 与你那几百双婴儿小鞋 兴趣能够 老太爷 老太爷 阿尔萨兰知道了 我 你以为老太爷 村ста 谁与他,骑马一惊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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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人 你无论对下一刀 无论对乐局 这些年 一战立大 万般呵护 我者绝不敢内心忘怀 但大人您耳闻亲见 如今革命之势如同吹枯拉朽 两百余年的大兴已如亲父之舟 阳阳中华已迎来了更天换地的大涅槃 大翻覆 大时代 侯大人 因为强力强活力已经坚信 但我等 不得不恳起大人 顺天应人 与您更实 与师同敬哪 大人 不知您是否听闻 香港一独得是逛狗独立 正由于讨伐广州污蔑革命 大人 我将什么心理 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 坎刀杀了 陆下 正变零第三次恶战 不论行人 不入城民地 还是势能工商 都急需大批枪炮武装 陈大人 你无畏其他 只为千万百姓计 也不能在课中救主 寻意勿明哪 你快快带姚瑞 恢复独正湖 奉险枪炮 代理国等 家庭赶工吧 郝大人 善提 善提在 是 你把这些 都包给他们拿走 老爷 拿走 你不能 照我说的做 落后制造枪炮 原本就是对付洋鬼子的 是 对一下别拿 新太后是不是觉得 阿尔萨兰的折子荒命 由衷不理 是货得撕了 阿尔萨兰 如今的广东 已经改天换地 你我似乎 不必再在意朝廷 我们是不是去军政府 申办婚姻手续 不 大清还没倒 阿尔萨兰当年 受大刑皇太后赐婚 由一名侍寝的宫女 赏罢成为皇家大姑 如今拂逆主子已是大不敬 于情于理 婚姻应被新太后解除 也只有这样 阿尔萨兰才会觉得心安 阿尔萨兰 亲爱的老侯爸爸 您好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我这样称呼你 但我出的何顿这样叫你 大有一多半玩笑的意思 而现在 我的心里满怀百分之百的死面 老侯爸爸 因为鸽子的国家利益 我们不得不分手了 今后可能也很难再见 但你永远是小红毛的中国父亲 请您务必相信 小红毛对您的一片忠诚与爱戴 你永远的小红毛 愛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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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侍卫 奉大刑太后之命 守护阿尔萨兰 可是为何 他早已将你驱离身边 你还不回皇宫覆灭 或回家侍奉父母 回老爷 山帝制令了班柴的皇命 却没收到彻柴的皇命 山帝不敢善离之手 想不到你这皇家大姑的忠实奴才 如今以我老侯一般心情 是啊 我老侯也是 只领了操办大清枪炮的皇命 至今没听到半句彻缠上语 岂甘苟且偷生 说来可笑 说来可笑 原本侯府的地党后党 这道了个个儿 该忠心耿耿的 历经叛道 原本历经叛道的 忠心耿耿了 山帝也觉得不可思议 好兄弟 好兄弟 老侯这就要走了 自此一去 恐再无回头之日 你若不愿回京 老侯想厚着脸皮 将老夫人以这侯府败脱于你 不知兄弟 老爷 山帝不敢跟老爷攀扯兄弟 山帝也不敢离开老爷半步 这是为何 我家顾爸爸 表面上嫌山帝碍事 将山帝赶走 实则顾爸爸 按下再三听主山帝 要好生护手 大清的枪后炮王老爷宁 其老爷有所不知 即便在最初 顾爸爸与老爷不歇时 每逢老爷出远门 顾爸爸都次次按前善提 相随老爷 日夜后首 这 这是真的 老爷 老爷可曾记得 当年魏勋戴先生 住在京师驿站 有人曾向您房间丢了个纸团 告知您门外有人 您在此复京 于克林上屡遭暗算 但总有人不断为您化险为医 旅旧老侯的原来是你 不 应当说是我家顾爸爸 老侯都谢了 老爷要谢也应该谢我家顾爸爸 皇上 皇上 这兴许是侯久满岁后一次 在万岁排遣庆安了 无大经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坐到床上 坐在床头靠一靠 来 来 一大夜亮 夫人盖上它 不用了 老爷 来 靠着 靠着 好 老爷 使不得 使不得 老爷 不 我 妾身自己来 好久满一生 从未挂爱过夫人 就让久满 做些当做的事情吧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老爷 夫人是否喝水 妾身不渴 不可 妾身不渴 妾身不渴 老 老爷 舅满不懂事 自从以夫人成婚 便不曾善待夫人 这里 舅满深深向夫人赔罪了 老爷 您 您真是 快坐下 老爷 使不得 坐下 坐下 夫人 舅满明日一早 要赴武汉 今夜与夫人别过 武汉 武汉市 革命党和朝廷正在打仗啊 老爷 是 是为朝廷拼命去 九满的异地 吕恩红来了电报 让舅满过去 那你是帮着革命党 舅满是委屈大清金钟 让妾身越听越糊涂了 夫人 这是舅满 最疼爱的媚在义务 请夫人代位收好 老爷 你这是作甚 你这是作甚哪 老爷 夫人已久满 夫妻三十余年 久满在家失手 大仗失夺 夫人不是不知 战事难免危险 老爷出生如此 又不是一回两回 何故 何故如此 如此缠绵 老后呆头刚闹 当年有修过夫人 此生差就差在 没有一夫人好生相守 好生缠绵 是 送我 在家货 卧 老袁 你 你盗走的汉机关 重机关造得如何 玉谷小姐 和灵 大福建 快起来 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起来 快 怎么回事啊 夫人 阿尔萨兰刚刚得知 东北突发鼠疫 我的阿玛额娘 双手染病身亡了 阿尔萨兰 夫人 阿尔萨兰心又不甘哪 但阿尔萨兰十三岁入宫期 已别十几年 如今 如今就不能再见额娘一面 阿尔萨兰 是什么碎云 并东哥也带起了养子病 快 快起来 去赶一赶 说不定还能 夫人 此次一走 阿尔萨兰也不知还能不能回 这些年来 阿尔萨兰在府里 做主子时 一致欺世 不做主子时 让世生非 夫人一直包容阿尔萨兰 呵护着阿尔萨兰 阿尔萨兰永世不忘 更加阿尔萨兰终身不忘的 是每月复痛时 夫人送来的那碗红糖热水 快别这么说了 别这么说 阿妈 阿尔萨兰不是为了奔丧此行 太后传誉 召阿尔萨兰从速回宫 回宫 出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 母下朝堂也好 大内也罢 怎么不会还有什么好事 这禀皇马乱的 路上怎么走啊 霸卫 弯露 竟然眼下什么都革命了 阿妈也就认了你和阿尔萨兰 爹 也就认了你 喝阿尔萨兰了 良儿 阿尔萨兰不管是回去奔丧也好 回宫也罢 你路上一定要好好招呼着 不 夫人 老爷已离开府邸 郑良他一定要留下来照顾你的 夫人既然已经认了我和郑良的事 阿尔萨兰心意已足 其实这些年来 阿尔萨兰早已在心底 把侯府当成自己的娘家 把夫人当作额娘 即便是侯大人 阿尔萨兰也早已在内心深处 敬畏阿玛了 如今阿尔萨兰唯一期望 夫人能当面叫我一生媳妇 阿尔萨兰 阿尔萨兰便就此别过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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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乡 清军既有陆军两个军 各类舰艇十五艘 而我军由于手艺苦战 所剩的老兵并不多 两军的优劣甚为明显 近日招募的农工及学生兵 随数有三万 但毫无训练 只能分任防守汉口汉阳 两望至青山一线 及武昌省城